在这个节目当中 已是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人的堕落 像这样的单据在办案人员的档案当中还有很多 那么 亚丽丝精品兰花油肤色修正路 一号修正肤色改善气色 二号更细白自然 让肤色更健康更自然 亚丽丝美如是 采用日本进口原料 耐穿耐磨高弹性不勾丝 浪沙天鹅绒系列袜 丝丝情意足上风采 浪沙袜叶 经常在户外头发需要保湿 明兰适合我 明兰果酸保湿喜霸露 富含果酸精华持久保湿 令头发润泽亮 日芒夜芒头发爽滑全靠明兰 有了果酸保湿现在头发丝丝爽滑 果酸保湿丝丝爽滑 明兰果酸保湿喜霸露 明兰真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半边天的节目中来 人们常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来表明生活中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把萝卜白菜代表不相干的事情 而实际上以前在北方冬天的时候 人们吃的蔬菜主要就是萝卜白菜 可是现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你可以吃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 来自世界各地的蔬菜 在冬天蔬菜的种类一样不会减少 是的 现在四季的变化对我们参数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 在下面的节目中 我们就要向您介绍一些特种蔬菜 比如说豹子甘蓝 紫背天葵 这些名字听起来像花名字似的 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您丰富一下节日的餐桌 在很多家庭 主妇们总是尽可能地把餐桌丰富丰富再丰富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特种蔬菜往往成为选择之一 说起绿菜花 紫甘蓝等等 也不像前几年那么稀罕了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北京市蔬菜研究中心 从国外和南方引种了许多特种蔬菜 这个比较常见 叫羽衣甘蓝 叶子像蚁毛一样 这是紫背天葵 其实味道也挺像的 只是带点苦味 在日本叫它苦白菜 那么这些特种蔬菜到底特殊在哪里呢 特种蔬菜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有的蔬菜一样价值比较高 有药用价值 就说这个紫背天葵吧 它的铁毛含量高 并且呢具有止血和凉血的作用 在民间啊 有些老百姓认为它还有补血的作用 所以在南方呢 有不少的产妇把它作为很主要的菜谱之一 另外呢它呢没有病虫害 所以在种植的时候呢 用不着喷扫农药 是天然的无公害植物 介绍了这么多特种蔬菜 那么它们究竟该怎么吃呢 蔬菜研究中心的厨师啊 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现在呢就去他们那儿学两招吧 球星回乡感觉像 蔬菜蛋的香味儿 做起来也很简单 在开水里焯一下凉拌的吃就行了 要酥炒呢也行 但是在做的时候啊 最好放些蒜 这样呢它味道会更加鲜美 这个豹子甘蓝呢 吃起来的味道啊 跟圆白菜差不多 只是呢略微甜一点 做到也很多啊 你可以炒 可以煮 可以凉拌什么的 你要是不忍心破坏它的形状的话 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刚学到的 你看啊 先把这层皮给去掉 然后很关键啊 划一个十字 这个深度呢 是三分之一深度就行了 这样以后呢 在你煮啊 或者炒的时候呢 既不会破坏它的形状 同样呢 又很容易入味儿 很容易煮熟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一般情况下呢 最好煮五到七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呢 吃起来就比较脆 煮了几章呢 我也想尝试自己做一下 你看啊 不到几下呢 一盘沙拉就做成了 这个菜呢 叫鱼甘蓝 它呢 刚才必须焯一下 肉要是不焯的话呢 吃起来会很硬 口感不好 除了凉拌以外啊 它还可以做汤 刚才我们说了半天怎么做 现在我们就该说说怎么挑了 就是这个紫辈天葵和鱼甘蓝吧 它呢是越短越嫩 所以呢 长度啊 最好别超过15公分 这个囚禁茴香的重量呢 在一斤左右最合适 这个时候肉比较厚 而且呢 也不硬 特别要说的是 这个豹子甘蓝 它呢 和那个圆白菜的道理是一样的 裹得越紧越好 另外啊 你还得注意它这个叶片 叶片呢 不能有污秽 如果有污秽的话 可能就会有牙虫 因为污秽呢 是牙虫的排泄物 特种蔬菜是科技发展 和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为我们的生活啊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增加了新鲜感 那么您是否愿意 在过节的时候尝试一下 也许啊 它会给你的家庭餐桌 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感觉 下面呢 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个节目 主要是从美化环境的角度考虑的 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家户户呢 都在打扫房间 也会布置房间 其实呢 鲜花呀 绿色植物呢 应该说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在厄尔尼诺现象 肆虐全球的时候 科学家们曾经预测 今年是暖冬 然而一场冬雪的来临 使今年的冬天 变得分脉的寒冷 不过雪花纷飞中 一束束鲜花 让我们感到的 却是丝丝暖意 鲜花一般是在春夏季盛开的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 要想在严寒的冬天 家里也能够看到鲜花盛开 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这往往受到 鲜花生长期的限制 有的朋友呢 也是用尽了各种办法 给花又是施肥浇水 又是控制温度和湿度 想改变开花的时间 到头来呢 是费尽了心思啊 而且呢不会成功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也是个很不现实的办法 那么真的就没有一种办法 使我们在严寒的冬天 也能够享受到 鲜花盛开的喜悦吗 你看现在啊 我就有一栏鲜花了 这是刚从店里买回来的 有玉金香 天堂鸟 康乃星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漂亮 不过遗憾的是啊 这是切花没有根的 一般啊只开一个星期 户里的再好呢 最多也只能开两个星期 就凋谢了 这是个草娃吧 只要每天啊 给它浇上一些水 它脑袋呢 就会长出一些 很漂亮的绿色头发 因为在里边呢 买了一些草种 那么有没有同样的办法 像这个草娃娃一样 只要给它浇水 它就能够长出鲜花来呢 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鲜花 已不是件新鲜事了 无土栽培技术 和大量引进国外新品种 使我国的鲜花市场日益丰富 世界各地的鲜花 我们几乎都能买到 人们爱花的兴趣点 也有所转移 前两天 我的一位好朋友呢 送了我一样礼物 美帮装看起来特别好看 那么是什么呢 里边包的也挺结实的 你看 是这个 我的朋友告诉我啊 这个花呢叫风信紫 拿回家以后啊 第一次呢 一定要给它灌满水 那水的高度呢 刚好没过半个球根呢 就合适了 你别看着现在啊 特别的不起眼 两个礼拜以后 它就可以开花了 那么开出的花 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 风信紫花 延产于地中反沿岸 现在荷兰有大面积种植 一株花上 大约有十到二十多小花组成 就颜色来说 就有十多种 被称为水中精灵 能够开出这么漂亮的花 只浇水就行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秘密啊 可能在这儿 球根花卉呢 它这个球 主要是用来储藏养分的 因此呢 它只需要放一些清水 或者要在土壤里呢 它也不需要施多少肥料 然后呢 就能供给它 开花所需要的营养 专家告诉我 像风信紫这样的花 属于球根花卉 只有球根花卉 才有这种特性 就和我们常见的水仙花一样 球根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营养储存器 由技术人员进行冷处理后 球根处于休眠状态 一旦提供给足够的水分和光照 就可以生长了 所以球根花开花的时间可以控制 除了这个水仙花呢 还有株顶红 风信紫 郁金香 还有这个番红花呢 你看啊 它们都是用水泡的 花期呢 大概都是在一个月左右 如果你想再延长开花的时间 怎么办呢 你看着啊 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水啊 全部给它倒掉 然后呢 把这个花呢 放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用这种办法呢 可以延长它的花期 而且花呢 生长的会比较茁壮 另一种球根花 郁金香 对光线不太敏感 放在室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行 一般两三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它比较耐寒 在摄氏八度时也能生长 花苗越高啊 开花的时间越长 分红花是今年引进我过的新品种 因为颜色不一样 都有各自的小名 比如翻紫花 翻黄花等等 你看这个翻红花的花盆 周围有六个小孔 把花种对准每个小孔 等到生长开花的时候 花从小孔里伸出来 花盆被花包围着 会形成独特的盆景 这场比赛呢也是 在武汉庙山开发区 为残疾人建立一座 极教育康复文化与实业一体化的康教城 完善自我奉献爱心 这就是了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